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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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戰工黨 看呀 歡迎回來 演藝了,今天就到第二節 剛才我們 分享了我們看完 熱血狂拳 之後的感覺 小龍就給我 拳套 不,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我們不要做太多 我們沉著一點 去練習自己的東西 好 今天我們 不如分享一些 技法 其實 很久以前都說過 我們說踢腳 踢腳有很多種 你今天是說哪一種 主要是分享 空手道 空手道 踢法 近年 我學了一些 比較高端的踢法 可以分享一些 那你的踢法是 純粹是練習的時候用的 還是你在比賽的時候 實戰用的 會不會影響到你在比賽的泥 可不可以用到 還是純粹是你要打 FREE FIGHT才能用到的 如果打空手道的比賽 譬如全摺竹空手道 可不可以這樣踢 全摺竹一定可以 因為全摺竹基本上是打KO 所以你的踢擊 速度和力量都很重要 但是如果打一串子 反而他們會 要專注去收回腳 OK 那你現在說的那一件事 就用不了 難一點 不是說不行 但是你要很高技巧才 即是要很收放自然 對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 也介紹過 空手道的踢擊 技法 比較修身 比較會捏住 譬如我們起腳 即是動作很厲害 他也是在這裏起的 他也是在這裏起的 在中間這裏夾起的 OK 那 變成人家不能捉 譬如 如果像泰拳一樣 一開始就這樣拉攻 大家都知道你在這裏扁過來 但是打泰拳不同 因為靠硬 靠大力 和速度 去殺他 但是打一串子 就沒有這個 因為是拿分 對 因為主要是拿分 他一知道你在哪裏 其實他就走了 變成做不到 拿分的功能 除非你很刁鑽 所以空手道普遍 就會比較修得起來 無論怎樣踢 基本上都是在這裏開始 都是在這裏開始 變成他在這邊 OK 這邊 OK 上中下 其實都是在這個動作開始 那會不會殺傷力不夠 殺傷力一定沒有那麼大 因為始終你 發力的位置 沒有了半斤 這麼短 沒有了半斤 但其實 看回你踢哪裏 因為譬如你中腰 真的會有很大影響 因為力會差很遠 但如果踢頭 大家都知道 打頭打KO 不用很大力 扮到一點點 尤其是這些位置 對這些位置 對這些位置 震到你的腦子 就夠用了 但是 因為打串子 你真的踢雲人 你是會DQ的 所以 所以 他們盡量 會把法力的時機 用來收腳 對 就是這樣收回來 就是發毛筋 那類 對 所以他們很專注去做一個速度 以及 收招的那一刻 那 重點不同 所以 變成 我們放回那種踢法 去到 全摺足攻擊 或者打KO 會打力更多的比賽 就 未必那麼適合 我們之前 其實 在咪講過 譬如我們 我們集中說側踢 側踢 側踢 側踢就是什麼 Mawashi Gally 就會在旁邊 船進去 OK 那麼 以前 我們一直在做的踢法 就會是 我們 重心腳 我們重心腳 會轉到旁邊 出腳的時候 再轉到後面 有時候 船轉的軸心 其實就會放在我們腳 前面這個位置 那個斧子那裏 OK 在這裏 用這個姿勢也會隔爭 很多時候也會隔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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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轉的時候 你沒有說踩得緊 因為理論上 那個摩擦力越小 你就轉得越快 你出腳也越快 對 很多時候又會這樣 而且很多時候 他們會為了拿一個距離 譬如我現在要踢你肩膀 才算 我是有這個距離 但實際上打的時候 我們會再站遠一步 那他會怎樣做呢 他就會滑上去 會做這些動作 會滑上去打 他起腳那一下 用這個力量 去到大動 去到滑那半步去 那就會這樣 但是呢 有一個 挺大的問題 就是其實呢 很危險 很危險 會滑腳 或者看準會掃腳 寸指的距離遠一點 就未必經常會被人夾著腳 擋住來掃 或者相對少一點 OK 但是呢 在寸指的狀況之下 這樣做 一來力量會小 你只要踢不到頭 或者踢不完 就會出事 會有危險 還有呢 這一種的踢法 很難踢一個 full turning 整個旋轉過比較難 所以呢 近年呢 我發覺高手門 有另一種踢法 另一種踢法 就是怎樣呢 好了 我現在試一下後腳 踢後腳 留意這個位置 他呢 在我們慢用作做 都是這樣升起腳 都是這樣升起腳 然後呢 是整隻腳轉的 整隻腳轉的 踢那一下呢 擊中目標的那一下呢 整隻腳是黏住地板的 嗯 黏住地板的 就是吃力一點 穩陣一點 好 還有呢 因為在這一刻的時候 力才會到的 嗯 變成我擺下去 對手的力大很多 嗯 可以大很多 但是你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這樣就很慢了 就是你的船轉會很慢 因為簡單來說 如果你這樣踢實 其實你轉不到的 其實是轉不到的 要轉到的話 都會很慢的 都會很慢的 那 其實呢 他們會有一個做法 就是什麼呢 利用你升腳的力 按起一點點的人 變成你是跳 這樣做 跳起了一點點 那 那個效果就會是 按起 這樣踩回 嗯 利用那一下 就是你連腳尖 轉那一下都會節省 多節省 就直接是離地轉 沒錯 整隻腳發過去 但是當然 這樣還是很危險的 對 因為你經常跳起來 對 那你就要練習了 嗯 就要練到呢 練到就是 你的平衡 旋轉的時候 那個平衡呢 你可以保持在這裡 你那個重心腳 會很強勁 很強勁 這樣踩下去 然後就是 那個腰力和 頭腰力的力量 可以把你整個腳 放進去 讓你的力 可以真正放在對手上 OK 那整個 效果就會像 這個 OK 有點像這樣 還是我做得不算很好 OK 我再做一次 握著我 OK 類似這樣 那 實際上 用的時候 會把我力壓多一點 但是 因為我們沒有把 我們沒有把 我們沒有把 在這裡 那些把 那些把 被英軍拿去訓練少年軍 沒有把 我們唯有 唯有 就住 OK 類似這樣的 踢法 但是當然 這個是最 已經是最基本的 對他們來說 這是最基本的踢法 那 還有很多小的位置 嗯 那 你怎麼看呢 我想問一下 譬如 你這樣轉過來 踢過來 你是用腳棍踢我 還是用腳面去踢我 看踢什麼磅位 如果踢身體 都是腳棍的 這個 這個位置 頭就用腳面 頭呢 主要是腳面 因為 距離比較大 但是其實 我看到大部分 都是會用腳棍的位 是 因為 難走的人 他們放得很進去 踢 尤其是很鬆的腳的人 他們可以做到在後面 這樣踢回 對 那麼 那個傷害會很大 還有 為什麼 看到很多時候 極增的比賽 或者擋著刀 刀 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因為他放很多重量 好 因為 雷香泰拳 泰拳 我們就用腳尖來轉 用腳尖來轉 基本上 我們一上的時候 其實 如果我要踢 我一上步 我已經轉了 已經轉了一半 然後我起腳 我一下就轉 其實我們就 不是這樣踢到地上 不踢到地上 不踢到地上 我就踢到地上 但是我轉了一刻 我基本上是轉到差距 轉到腳相對著對手 現在我也是傾向這樣踢 對 因為我們要的 我不是說要拿分 對 我是要踢 要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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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的目標在這裏 我踢你 我是要踢到這裏 沒錯 因為這也是我近年 教學生的 一個觀念上的轉變 因為很多時候 尤其是 你在一般的觀念 不太多Sparring 你是踢沙包的 而不是踢手把 或者是一些特製的包 因為它的重量的問題 它經常會把打擊點 就放在沙包的表面上 永遠都踢到這裏 碰一下就下來了 碰一下就下來了 是會很響的 是會踢到很響的 但是問題是 那個效果是沒有的 因為力根本穿不穿過去 如果真的跟人打的時候 那些效果是構成不了傷害的 現在我都逐步逐步 叫學生去改變想法 練重練大力 當然就是拿回沙包 但是 一般來說 練整個概念 練個思維 我就會用一些很輕的包 譬如我們以前 用一些軟一點的包 或者是輕身很多的 或者它本身會摺得到那些包 或者是那些 你游泳的那些 去船飄的那些 像海綿棍那些 用那些去做 因為一踢它摺起來 就會彈開 那你就整隻腳都拖過去 現在練習 就會這樣練習 因為其實 如果我對著鏡頭做 普遍人做一個踢腳 譬如我踢一個 Roundhouse 鏡頭 看到外人 譬如踢一個Roundhouse 鏡頭 他踢到那個人在這裡 他會踢到這裡 就停了 就 這樣就回來 OK 那麼 打沙包 其實沒有問題 會很響 但是 問題就是 其實你踢不穿那個人 因為那個人在這裡 你踢到那個面子 就已經軟 這樣不行 所以我們 現在他們練習的時候 一定的概念就是 我會踢這裡 嗯 我會踢這裡 偏離那個人很軟 OK 這樣就會拖過去 OK 才回來 你看到外人的擺動大很多 力大很多 轉的角度也大很多 譬如你平時踢 我們轉可能是150度左右 但是 實際上我們做的概念就是 我要踢這裡 對眼睛看過去 對眼睛看過去 OK 轉很大的圈 OK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現在比較 比較 多人的 其實都 吸納了 太軒的一種踢法 其實 已經很難分得清楚 那些流派 因為很多時候 因為很多中間交流 有用就吸納過來 不合時宜的就盡量減少 所以很多技法都通用了 尤其是傳說中的空手道 他們很多時候不單止帶一種比賽 他們很多時候會帶棉球、帶拳套的比賽 所以很多做法他們會分享 這種進步是我們樂見的 真的會令那種武術和訓練 大家是提升的 越來越接近全方位的訓練 這個對於後來者 對於新接觸武術的人 絕對是有益處的 OK 今天的踢擊就分享到這裏 我們現在幾個分鐘 十四 什麼? 十四 差不多吧 踢擊就講到這裏 之後會再介紹一些高階的踢擊 譬如一些假動作 怎樣令到別人的注意力分散到另一邊 去打一些偷雞位 剛才這些是很基本的 基本就直接走 很基本的 其實以前也算是介紹過的 學了一些新的東西 又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樣吧 那下星期做什麼? 未試嗎? 未試 未試 再說吧 OK 那今天的實展工檔 演藝的時間就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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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thew Lane 感谢观看